感恩您收看今天的大愛人物誌 今天要來說一個 將他鄉變成故鄉 用生命熱愛保倒臺灣這塊土地的人 下面人熱情的掌聲 歡迎來自新竹竹北的慈濟夫妻黨 林仁福 師兄 鼓勵鼓勵 全球的大愛觀眾朋友 大家好 你好 還有大家師姐 曾麗玲師姐 大家好 還有母雞鄧村妹師姐 主持人阿咪師兄好 全球大愛觀眾大家好 還有小雞張清平師姐 大家好 好 感恩四位來 我眼前的這對夫妻在海峽的另一端 福建 廈門出生長大 過去五十多年來 他們的生命地圖輾轉走過許多的地方 廈門 澳門 廣州 臺北 後來 落腳在現在住的新竹竹北 是什麽樣的因緣讓他們輾轉經過這麼多地方 來帶保倒臺灣 他們又如何用他們的生命熱愛臺灣的一切呢 透過影片之後 再來請這對夫妻話說從頭 請看 早上七點多是早餐店最忙碌的時刻 店裡客人落意不絕 但經營早餐店生意的零人福卻選擇放下手邊的工作 換上戰袍 站在新竹石新國小路口的最前線 拿著棋子 庇護學徒們上學的安全 來 快點 不要用跑的 用走的 在學校這邊附近 看到很多小朋友在過馬路 真的也是要提醒一下 要小心 有時候過馬路他用跑的 其實就很容易出事故 新竹亞就跟志工很缺人 當時人手不夠 那個學生說家長會長那個 有來店裡這樣聊一下 我說沒關係啊 如果看哪一天不夠人 我抽得出來我會盡量幫你 好啦還可以過還可以 導入志工這一塊呢 真的是不好找 因為很多家長忙於小孩 沒辦法出來當志工 然後他抽空 他把他自己還要做生意 抽空的時間 哪怕他一點點 他也願意出來保護這些孩子 我覺得這真的是很感動 一般人對導呼爸爸的認知 通常都是孩子在學校就讀 才會擔任導呼爸爸 然而靈人福的孩子 早已長大成人 今日的付出 來自於對社會一份回饋的心 不管自己的小孩不在身邊 我們多多少少也會帶得到同理心 來照顧其他的小朋友 也祝福我們自己家小朋友 在那個異鄉那邊 也得到人家的照顧 從廈門到澳門 最後落腳台灣 在人生地不熟的土地上 重新開始 令人福說最大的感動 是台灣的人情味 當時大陸的經濟收入 畢竟沒那麼好 就是說這邊收入 其實當夜收入 當夜就差不多的生活都會用 沒辦法說再存一筆錢還是怎麼樣 因為很困難 所以說就想辦法就是離開大陸 到外謀生 我在開幕的時候 剛開店的時候拍的這一張 在台灣 他一來工作的時候 那個老闆都很好 那個老闆跟他講說 你的潛能很好 因為他很細心 對呀 他說一直鼓勵他 所以兩年他就自己 我們就自己出來開食材公司了 我就覺得說 嗯真的 台灣人情味真的很重這樣子 我們有能力也可以來 有需要的人我們也來幫助人家這樣子 每天早餐店關門後 林仁夫下午就到福德環保站 幫忙分類回收 他不以此為辛苦 因為那是他愛台灣的方式 其實來到環保站 全新的就是投入在做回收 因為這個回收 畢竟當時我們還是 不了解不清楚 其實一邊做一邊 寫到很多的時候 就感覺很刺 很歡喜 心情很歡喜 就很無形中 就很樂意地在投入在這一塊當中 在異地找到歸屬感 把在台灣得到的愛 分享給更多人 林仁夫說 在付出和分享的過程中 收穫最多的是自己 真正的愛台灣 就是用身體力行去愛身邊的一切 人事物廣結善緣 這對夫妻就是如此 剛才我開場好講 他們生命的地圖輾轉好多地方 那來到了台灣 剛才影片中有說到 真的遇到了好老闆 是不是 師兄你的老闆對你多好 讓你們兩個心中種下了愛的種子 也想要回饋這塊土地 回饋這塊這個土地上的一切一切 就是生來到這邊 我們畢竟還是要為了生活 當然啊 生活 你不是憑口 老闆看到你誠實又肯做 他就鼓勵我 其實鼓勵我 讓我就是在栽培我們 我們就很感激 感激就是要回饋 這樣吧 到時候到後來的 有這個要回饋的心 好 我請師姐補充一下 來 雖然是他上班 但是你知道好像比他還細啊 因為他剛來的時候 我們是什麼都沒有 老闆看他坐公車 要轉兩班公車 那時候住了 以前住三年班 那時候住 工廠在北島 那是東西啊 幾年前的那個 二十 二十八嘛 二十八年前當然沒捷運 所以坐公車 從山 從到北頭 然後他的老闆 不捨得他花這麼多時間 對 老闆就問他說 你怎麼不 你會騎車嗎 他說會啊 他說你怎麼不買一臺車 他說我沒錢這樣子 他就說 他就跟他兒子講說 今天晚上帶他去買一臺摩托車 就跟會計領兩萬去買 什麼 這樣子讓我們 他回來就跟我講 我就很感動說 遇到這麼好的老闆 這樣子 而且聽說 不只那兩萬塊先借你們用 後來還補你們作孫子了嗎 對啊 他說坐了三兩年 他就跟我們講說 你可以自己出來坐了 因為他是大承包商 他下面有很多小包商 就說你可以自己出來承包了 這樣 讓他自己獨立就對了 對 是 所以你從一個員工 到後來自己也當了老闆 當了老闆之後 紅塵滾滾 聽說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開始抽菸喝酒 對 應酬 應酬也有 有 就想說 接多點工程這樣子 有時候三不五十就 朋友就 就是打牌子 打大小牌 看起來很老實的 一定是來者不拒 不好意思拒絕 對 對不對 那師姐那時候會不會很苦惱 會啊 好 你告訴你們自己都有在執伏 因為那個時候師兄在上班 師姐手藝不錯 他自己開早餐店 在臺北就開早餐店 對 然後有人來跟您收功德款 然後九二一的時候 九二一的時候 那個師姐剛好經過我們在募款 他問我說 你要不要來繳功德款 我說什麼叫功德款 他說 反正你就是現在要不要繳 我說好啊 那我現在就 會 就繳給你 他說我以後每個月可以來收 我說每個月來收喔 我說好啦 要多少 他說隨緣隨緣這樣子 就之後呢 他說你回收也可以來 我來收嗎 我說好 可以可以這樣子 所以你也是大愛台的老闆啊 那就開始 那個時候他就 幾天 他就去收一次回收 所以你從會員 從給慈濟環保回收 開始接觸慈濟 又看師兄這個抽菸喝酒 打牌 你也很苦惱 因為兒子考上交通大學 就在新竹嘛 來到了竹北陪孩子讀書 然後也把事業轉移到竹北來 開了早餐店 然後就請兒子上網 對 找環保站喔 對 我想說 因為這些都可以回收的 我們就不要給他丟掉 為這一塊大地的付出 真正愛臺灣啦 結果環保回收拿去 你怎麼知道這麼多 村美師也在那裡 遇到 就跟他聊天 他就說他想要繳功得款 他主動說 對對對 所以他善心存在 然後你還要他做跟著這個融洞 回去花蓮尋根 剛好那麼巧 新竹辦那個融洞尋根 想說他們不曾回花蓮尋根 是 就要他要不要去啊 他就答應了 答應了之後 錢也繳了 煩惱來了 因為師姐說實話以前苦過嘛 好不容易這個開個早餐店 當然有開要賺錢 他心裡開始在身上 開始在身上 回去花蓮尋根一趟 要關店幾天 三天 三天怎麼辦 當然我不去啦 錢交了又不行 叫他冷氣 想不到先生去 回來徹頭徹尾的改變 到底改變了什麼 回來之後如何成就他 出來做志工 把他們這個早餐店 變成一個扶惠雙袖的地方 我們繼續看下去 清晨五點 當街頭還一片寧靜 善的佛法卻早已從早餐店傳出 反正五點鐘來的時候 剛好 剛好那個都是在播放那個 拜經啊 早課的時候啊 就順便就一起看 其實做早課就會忘掉一些環島 專心地來 要工作啊 還是什麼 這樣比較不用 雜念 這樣早課是對自己身心靈都有很大的幫助 山的心靈 佈滿店內每個角落 靈人扶夫妻倆親切的笑容 讓街坊鄰居用好心情展開心的一天 也因為這樣的氛圍 夫妻倆接引了不少有緣人走入慈濟 感恩喔 謝謝 我美婆婆 感恩喔 兩三歲的時候 他才跟他家的寶貝來這邊吃早餐 還做著看見事 看了一段時間你才問我哥 師姐我可以來講話嗎 對啊 我問他師姐說 師姐妳有在當那個實際的樣子嗎 對 他就這樣 其實我們坐在前面 所以其實來吃早餐的機會比較少 那不管有沒有用餐 反正師兄師姐就會跟我們 就是像那個家人這樣子 很親切的聊天啊 對 他會不厭其白一直聽我們講一些 心中的煩悶這樣子 然後會把佛華帶進去說 用煩惱就是活在當下 對 然後用心做好每件事情這樣子 我那個時候很訝異 為什麼有這樣的人 他自己這麼 店裡這麼忙 他放著 師兄最主要是煮茶 茶煮好他就 他就去幫實際做事了 這個點就放著 有沒有 就放著 最不簡單的 我感覺是思潔你知道嗎 師兄走的話 他一個人一直忙 忙到中午 他一個人自己說 不簡單 我真的很訝異 有這樣的人你知道 不會刺激嘛 大愛真的是大愛 每個星期二晚上 靈人福的早餐店依然燈火通明 忙了一整天的他 又在廚房忙著切水果 煮茶水 為晚間的讀書會做準備 要說那個四年前我們這邊的社區 讀書是有 但是他利用的時間是在夜間環保點 做完以後才來讀書 那個我就覺得說做完環保 大家就髒了 而且心情在讀書的意願就很低 那我這邊的早餐店就晚上也沒有營業 就很單純的就是說 可以在我那邊讀書 其實常常讀書有時候我都會 都會消遣他 我說你頭髒空氣 你可以像很多人都愛賺錢的人 晚上你可以租人家做什麼 或者自己做什麼生意 他不會有這種信念 他就提供我們當讀書會 冷氣要錢 要煮茶水 提早要來準備 這個無私那種心態 我覺得讓我很佩服 若說讀書會是一盞明燈 照亮社區中每個人的心靈 那麼靈人福就是這位電燈人 默默地付出 讓光明照亮黑夜 一燈能滅千年岸 一字能破萬年雨 師兄就因為走路此跡 人生改變 我剛才上班常講 報名要回去尋根 但是生意這麼忙 我捨不得關電 請師兄回去 師兄回去他本來也不要 我不能拚的人 你叫我回去 我也不知道這個人什麼人 這個阿嬤什麼人也不拚 但是回去之後感動到了 回到心靈的故鄉 你到底看到了什麼東西讓你回來 聽說改掉了很多壞習慣 就回到花蓮 看到金色師父出家中 他們瘦瘦的女子 在四五十年前就這樣開創那個慈濟 這個行業 那麼堅心萬苦 在做慈濟 我們就不要我們現在生活這樣那麼好 為什麼他們能夠做得到 我們不能節省一下來付出的愛心 所以說把一些壞的習慣也盡量從那時候就開始改掉 改掉 當然旁邊人都在觀察師姐跟兒子發現 以前吃完飯爸爸都會突然消失 現在不會了 對 吃飽飯就會到陽台去抽菸 然後呢 回來那觀察兩三天說 怎麼沒有出去陽台抽菸呢 我們就很高興 兩個都很高興 一定是慈濟的關係 是不是 然後你聽說你就會跟村妹師姐講說 師兄什麼時候有空 對 我就會跟他講說 他什麼時候十點多 我們就比較空檔 村妹師姐就會打電話來邀約他 村妹師姐 你不斷地要把他們兩位接引進來 然後師姐很聰明 先推師兄去就對了 而且聽說他受症之後就開始承擔 他就開始承擔協力隊長 很勇敢 所以你家師姐 我剛剛看影片 生意好到不得了 人那麼多 那你要出去佔倒戶 要去祝念告別室 再環保 醫院志工等等 他沒說惡話 沒有說惡話 就反正他都是一直的鼓勵我 支持我 反正你做職技 他都很放心的讓我出去做 總比以前抽菸喝酒賭博好 對不對 生活也變得比較簡樸 而且你看他們店 真的是聰明激進大愛電視台 主宰五點就開了 讓大家看大愛越來越可愛 放竹筒讓大家隨喜布施 職工得田 貼了很多禁思雨 就像小雞 金瓶師姐本來在臺北就是慈激的會員 回到了竹筒 來到了早餐店 一看熟悉的禁思雨 熟悉的場景 你就開口問老闆娘了 你怎麼告訴我 我就問有天去吃早餐 我就問聰明師姐說我想要繳功德款可以嗎 那聰明師姐當然就是很樂意的 一聽就知道是內行人 對不對 然後他就開始邀約你還是先瞭解 你的狀況 然後他也先瞭解說我的 因為我現在是家庭主婦 先瞭解我的背景 然後之後他覺得 我很適合在白天的時候 去做一些大愛媽媽 或校園裡面進校園一些活動 他就會很鼓勵我去 然後也會幫我聯絡一些師姐 然後請他們來照顧我 所以從大愛媽媽開始進來 是的 然後見習 然後培訓 也說真的成為委員 是的 在你眼裡這對夫妻 又要忙事業 又要忙家業 又要忙事業 你很讚嘆 最感動的是哪一點 當然仁福師兄是非常經濟的 他是可以作為我一個模範 也讓我知道在慈濟的路上 我該怎麼走 那立雲師姐讓我最讚嘆的是 他就是在店裡在忙 他都是一肩扛下 然後仁福師兄要做什麼 他都是都好 都點頭 真的 真的 爬不過來了 沒關係 慈濟優先 沒錯 店裡我來 是的 真正嫁好 我腳掌三個鐵工作 而且不然自己要受益 晚上你們還把你們那個空間拿出來 當大家共修讀書會的地方 對 是你自己主動爭取的 對 因為當時在物色那個點的時候 整個血力都沒有一個 沒有一個適合的地方 對 也沒有適合的地方 我說我聽到師姐這樣講說沒有地方 我說沒關係 我店裡晚上是沒有營業 如果可以用 你們就來這邊讀書會 從那個時候就開始 而且不僅如此 聽說你們同一個協力 這附近的區域 你們第一個環保 你們第一個讀書會的點設了之後 才短短這幾年 已經孕育了三個了 包括你們已經有三個了 他讀著讀著 你們自己最大的醒悟是什麼 我就解釋說 真的是要去踏實地去做 對啊 以前不踏實嗎 就是以前我會比較貪 後來錄了水餐 我才覺得說 真的是不要貪稱吃 這樣子 師兄你自己呢 就參加讀書會以後 就覺得無量 已經做得真的很好 因為我們環福眾生 都帶了很多的煩惱 無量意就是要解決 我們的煩惱的心 怎麼樣走入人情付出 無所求 這樣子走 所以讓自己沒有煩惱 最好的方式 就是多讀書 深入精湛 對 對不對 而且要跟眾生結好緣 最後他們夫妻要發個好怨 發個大怨 這我不斷地鼓勵 希望他們由他們自己的口中 說出來好了 來 剪刀石頭布 誰要說 師兄 師兄說 好 師兄說 來 因為上人 也一直在鼓勵我們要吃素 宅戒如素 也要先自己先吃素 然後才能夠度眾生來吃素 是 我的願望是說 在短期內看能不能把那個店的分食轉為素食 太棒了 孫妹師姐 高不高興 最高興 這是我的期待 你也期待 對對對 總是要在眾人面前發怨才能得到眾人的祝福 那最後人 願願皆圓滿 大家一起去捧場 素的早餐真的好吃 小甘菜 公地菜祝您幸福快樂 每天都每天來 感恩大家 謝謝 感恩